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文成Lucy的专栏频道 今天我们再次跟着我们复旦大学高材生郑妹 冠真一起来复旦大学旁的五角厂商场附近 逛一逛周边当中地图中右上方的这个 百连右一层公务中心来走走 大家请千万不要问我为什么今天选百连右一层 因为我今天绝对讲不出任何一个冠冕堂皇的原因 只是因为我们真的逛累了脚酸了就停在这里 今天是有很重要的两个点想跟大家分享的 第一是俗话说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 我们现在呢如果作为商用不动产研究的你我 我们一定要跟百度地图成为好朋友 因为百度地图在我们能知柜位平面涂雅 在正式进入主题之前 我纠正一下上次有提到说百度地图的PC版 没有办法看到商场的这个内部结构 事实上我后来找到方法了 所以大家有疑问的话 通通问题的话就在私讯某 好那我们就来看这张地图 也就是说在地图上呢 我们现在要进入到这个百连右一层在右上方这个 直接上你的滑鼠就往那边点一下 接着你就可以进入到它这个商场归位 而且从B2到9楼就这样一个空间的一个层次 举例来说我们在1楼的话就可以清楚看到有 Roth Lauren, Michael Kors, Koch, Hugo Boss, Joe Sunson, Joe大福等 还有像Sephora 我们跳到7楼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像一些比较知名的一些餐厅品牌 像网品牛排 还有这边很多连锁店的小杯哥火锅等等 那8楼整有健身房 电影院 汤姆熊 那9楼还有我们也熟悉的好乐点KTV 其实百度地图针对这些大城市的一些所有商场 都已经有非常完整的这些空间属性的资料跟图资了 包含他们的平面图 微微大小 品牌店家名称 左套动线 公共区域 还有跳空等等 在同样的位置上如果你切换到Google地图上的话 当然就是什么都看不到 什么都没有的啦 接着想带大家进行一场线上线下 以及竞销存后台超神情超迅速的消费体验 嗨 今天非常感谢冠真 带我来到这个复旦大学这边 我们现在所在位置呢 是在捷运10号线的五角厂站 就整个上海市的东北边一点点 就复旦大学的旁边就这一站 然后我们来到这一站呢 是在这个叫百连又一层的购物中心里头 购物中心或百货公司里头 然后我们来到的是它的六楼的避风草餐厅 对呢 然后这边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趣的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点菜系统 就像中国非常流行的就是扫码 这扫码有多厉害呢 可以看到大家看到我们现在桌上吃完的这所有的东西呢 就是我们刚才呢 透过这个大众点评 对对对 大众点评 点单 没错 我来研究一下 它呢就是从大众点评上呢 然后直接找就可以找到就是百连又一层的这个避风草的 然后呢 你就点进去之后你所有的单呢 都在这上面 而且它是同步 没错 就是同步 然后立刻 我刚问电源 它就立刻同步到它后面 所以说 你还可以加点哦 然后你加点就是说这个 叫什么啊 托罗包哦 我们加点的时候它后面也立刻就被加点了 而且 刚冠真想点的是什么 你刚想点有个没点到的东西 有个排骨类的忘记的东西 叫什么糖本的东西 然后 店员就说 没有 是那个已经卖完了 然后我们刚在大众点评上面 确实它写了三个字 已受完 所以它真的很恐怖 然后呢 再来就是呢 我们刚才在这边啊 就扫码之后呢 就刚才已经付完钱 就是用微信已经付完钱了 因为它已经知道是我们是 就是 百连右一层 就热楼这边右一层的那个避风草 然后是桌号二号 二号 所以就已经解账完了 所以我觉得非常酷 好呦 我们就来实地了解一下 这整体是怎么运作的呢 主要讲像这个 上面就会有两个QR Code 右手边这边呢 就是以微信跟大众点评的点餐嘛 那左手边这是我们要结账的时候的结账嘛 像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把它扫进去 来到右手边这个码之后呢 你就会跳转到这个 大众点评他们的这个 呃 界面 它可以有updoor了 所有它的这个大部分的菜单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把它点 帮我们自己想点的餐呢 就把它加加加加 把它加进来 放到购物车里头 然后呢 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一个菜单啦 然后接着呢 我们举例来讲 诶 我们吃不够还想要再加点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 就继续再加点 是没有问题的呦 举例来讲 我们再加一个这个霸王酥叉烧包 点进去之后呢 诶 你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就是说包含我哪一分钟 什么时候加点了什么 再加点了什么 然后同时你可以看到 像我的订单流选号 还有点餐号 以及下单时间跟座位号 这些详细的这个大数据资料 都在这个上面 OK 那举例来讲 我们现在要跳转到 就是我们要去结账的这个时候 好 那这个结账的时候 我们就回到刚才扫码的过程 诶 我就会进来 向商家要准备付钱 假如说我们是二桌 而且是两个人 129元 然后呢 接下来就跳转到 这个微信要支付的这个界面 那在这边呢 其实我觉得 最主要想跟大家介绍 就是我觉得非常神奇 也觉得很好的一个功能 就是说 它其实像微信他们 会把所有的优惠券 discount 会员卡的一些优惠 全部都 嗯 在那个里头 就会automatic 帮你考虑在那个状态 所以像这边 它的优惠是直接套 套用的 所以我觉得 这超级super神奇 真的不小心 就觉得自己 真是个真卡总 强国人的电商世界 真的是 太先进 太普及 太有趣了 我们下回见啦